首先呢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 两国决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通力合作 但是双方在经济安全和人权方面仍然显示有分歧 详情请您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星期二举行了联合记者会 两位领导人对双边关系做出了高度评价 但两国间在地区贸易安全和人权方面存在分歧 我高兴地注意到中方过去在逐渐向市场引导的汇率制度过渡方面做出的承诺 我在会谈中强调 根据经济基本面做出的这种过渡是对全球失衡进行调整做出的重大贡献 关于西藏问题奥巴马总统说 我们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但是美国支持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的代表就解决双方可能存在的关切与分歧 尽快恢复对话 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上 奥巴马总统说 我们在尽早恢复六方会台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 我在东京曾表示 摆在北韩面前的选择是 他可以在对抗和挑衅的道路上走下去 那将有损于他的安全与繁荣 导致他在国际社会上更加孤立 同时他也可以选择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常成员 通过履行国际义务和放弃核武器 使本国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记者会上表示 美中两国的关系将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 两位领导人一再强调 中美两国将建立和发展 积极的合作的全面的双变关系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